这都是我的员工 都是 所以说很多锅我背来背去 感谢华华 感谢不用送礼物啊 讲什么 不用送礼物 你们能点个关注 点个关注 愿意跟我交朋友的 你们能点个关注 能送个粉丝灯牌 送个粉丝灯牌 好吧 你们愿意跟我交朋友 能点个关注 愿意跟我交朋友的 送个粉丝灯牌 我也会真心真意的 去对待每一位粉丝 我的铁粉们知道 我是怎么为人处事的 雪儿的离婚 你们不能去怪乌兹牧 没有一个 没有乌兹牧 也有 也有个 什么牧 什么牧 有很多个牧 家人们 哪怕 哪怕没有乌兹牧 也有可能是这个牧 那个牧 能懂吗 家人们 你们怪不了 不用去怪 怪什么 怪乌兹牧 乌兹牧 她只是一个 农村里面的女孩 出来 乌兹牧 出来炸道 求个生存 现在 乌兹牧 也背了 小三 这个骂名 背了一年多了 没有不说实话 哪怕没有乌兹牧 也有其他牧 是不是 雪儿确实是受坏者 包括前几天 雪儿的孩子 两岁生日 也没见到 是不是 我说的是实话 陈小冬拍其他人 难道就 陈小冬如果拍的是其他人 难道就不会给他们的婚姻 带来风险吗 我不是说为了乌兹牧 说话 我不是为了乌兹牧 说话 也不是为了雪儿 说话 半夜三更在街上搂着 如果说他们喝了八加一 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 乌兹牧 我说实话 到现在 那些事太多了 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 对 没有这个墨 也有那个墨 是吧 以后还有更多的事情 我要给你们讲 一种你整天说小冬的坏话 你问问他 他的投资人是谁 你去问问他 他的投资人是谁 是吧 问问他吧 问问他 投资人是谁 你们去问问 乌兹牧是从哪来的 问问 家人们 问问乌兹牧是谁 介绍来公司的 为什么我要开这个直播 后来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墨 你不要带节奏 到时候 到时候受不了场 先不要带这些节奏 来 家人们打一波正能量 好不好 家人们 你们吃瓜的同时 能打个正能量 打个正能量 家人们 能打个正能量 打个正能量 任何时候 是吧 家人们 你复联网上 吃瓜也好 理性消费 家人们 来打个正能量 好不好 家人们 你看阿姨默现在的旁边 睡成这样呢 咋了 就是每天都睡不好 每天都睡不好 看到没有 家人们 为什么睡不好 因为坏人太坏了 家人们 为什么 为什么就不能 能够把真相 讲出来呢 是不是 好可爱 累了 能打个正能量 打个正能量 好 家人们 你们太聪明了 你们太聪明了 对 阿姨现在回公司 每天晚上还得受到骚扰 就有人会给他打电话 因为 你们也知道 他的电话号码 被扒出来了 有人会给他打电话 有人会给他 给他增加心理压力 有的人 来的猛一点的 说 要去他住的地方找他 一个18 一个18岁 多一点的小女孩 一个18岁的小女孩子 家人们 得承受多少压力 我以前在家里面做作业 压力 有些时候我都顶不住 更不要说 你都说别人 我没说别人坏 我是个投资人 家人们 我这么给你们讲 你们觉得我做错了 那我就给你们道歉 我作为一个投资人 他们找到我 让我给他们投资 我给他们投资了 合同签约了 最终他们不但合同办事 让我亏得血淋淋的 你们说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之前的所有的那些内容 剧情 我也没有去参与 我就给他们拿 他们说 今天需要一个W 我给他们拿一个W 明天说需要三个W 我给他拿三个W 最终 最终 会不会挂着锅 啥意思 黑锅呀 我给大家看 你们有些时候也要去问问 为什么 家人们 为什么小冬要干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他要去让 那个谁 我们有让哪个人骗过你们家人们 任何时候我都在自播 就跟你们讲理性消费 我给你们讲了理性消费 讲了多少次了 家人们 对不对 我给你们讲了理性消费 讲了多少次 无数次 你说我骗你们啥 网红火了 拥有流量 能够给家人们分享一些好的产品 这个是正常的发展 家人们 网红火了以后有能力了 你们直播间卖了很多假货 我至少我的直播间 没有一次 我讲了太多次了理性消费 讲太多太多次了 需要你就去消费 不需要 你就不要去消费 讲了无数遍 我讲了无数遍 那哪还存在着骗 如果说我想要骗你们 那我直接说 我说 9块9上车赶紧去拍 以前你都不讲 有没有讲 来 家人们告诉他 我以前有没有讲理性消费 任何时候我都在讲理性消费 我这边的8加1不可能有假的 不可能 因为我8加1 我也投了几百个W 我也投了几百个W 我这个人的性格 我有10块 我有10块 我就愿意投10块 因为我有梦想 我有10块 我愿意 我不愿意去做那种 什么呢 就是躺平的 躺平的日子 我不想过 我这个人 我的性格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有梦想 我想去拼一拼 我想去闯一闯 我有梦想 家人们 葡萄酒 有一次是假的 不可能 欣赏 不可能 不可能 如果说是假的 你可以投诉 假一 罚10 罚20都可以 你们不要去说这个假的 那个假的 有7天5里有 假的 如果是假的 你们随时可以退 是不是 假的 互联网 他正确的思路 是什么 拍视频 家人 互联网 他正确的发展 是什么 拍视频 拍火了以后 拍火了以后 然后去给粉丝 他有人设以后 去给粉丝 去分享一些好的产品 如果是假的 对吧 家人们 您去鉴定 该投诉投诉 该罚款 罚款 接受 我认为 人应该聪明 如果说 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要合情 和你合法的 维护你的 个人的 权益 每个人 应该为自己的行为 买单 其实 今天晚上 给家人们直播 家人们 你们知道 我的目的是什么吗 讲给家人们 讲点真相 讲一点真相 我觉得 有些时候 当老板 当得太憋屈了 家人们 我给我的员工 一直讲 我给我的员工 一直讲 就是 少赚点都没事 关键是要服务 把服务做好 是不是家人们 服务 服务比利润 服务比 眼前的那些收益 太重要了 对不对 家人们 家人们 服务比什么都重要 口杯比什么都重要 对不对 家人们 因为我爬风号 所以说今天 洗发水 我天天都用 你们说假的 那我天天都用 今天也用了 每天都用 我可以现在开始直播 回家 给你们看看 我天天都用 这不是家人们 有重音 有重音吗 家人们 是不是有重音 有回音吗 是不是有回音 家人们 是不是有回音 我都用了好多了 家人 我每天都用 每天 有没有重音 家人们 有没有 你们那个洗发水的话 你们去某猫 你们去查一查 你就知道了 家人们 就你们去查一下某猫 查完过后 你就知道我对你们好不好 你们去某猫 查一下 你们就知道 我对你们好不好了 大量 全是演戏吗 我这么回答你 你信消费 四个字就行了 好吧 你信消费 就我不能去讲别人真 也不能讲 如果说我去讲别人真 你后面你发现假 你会来骂我 如果我说人家是假 那别人没得罪我 我也不能去讲这些东西 家人们 我说对不对 任何时候 你打发时间 看看 你信消费 比什么都重要 你信消费就可以了 你觉得 这个团队喜欢 你给他点关注 点赞 他们分享产品的时候 你觉得好的东西 你需要的东西 你就支持 这是正常正确的玩互联网的方式 因为 所有的团队他也需要吃饭 你如果说 没有一个人去支持了 那完蛋了 那个团队很快 就 就很多网红 你们会发现 你们会发现 很多网红 他刷着刷着 家人们 你们会发现 很多网红 刷着刷着 他就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了 因为 他团队散了 以前你不说 你信消费 以前我说不说 你信消费 家人们 你们说我 你们说我 以前我也有没有讲 你信消费 任何时候 我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你信消费 对不对 家人们 因为 你们年龄 有些粉丝年龄 偏大 我怕你们 控制不了自己 你只要下去 你公司会倒闭 我现在 家人们 我把所有真相 讲出来 我重新带着 我的团队们 去努力 我觉得这样的话 更真实 有没有毛病 家人们 我现在 把所有真相 都讲出来 然后我带着 愿意跟着 我一起去 努力的人 去做正能量的事情 去拼搏 我觉得 这样不会那么累 家人们 幕后那个人是谁 来打在公民上 你们知道 想知道幕后的那个人 对 我 一行 你说的是我管理不当 但是你们知道 要管理这些刺头 有多难 家人们 你们知道管理这些刺头 有多难 他拿着账号 他想直播就直播 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你投资多了 人容易出问题 打在公民上 其实你们都知道了 对吧 不用我说 你们打在公民上 好不好 家人们 打在公民上 对 认为自己火了 就飘了 打在公民上 对 打在公民上 我也不用去讲了 其实大家心里面 都知道 就等待我的一个确认 其实我觉得 他没有必要这样做 家人们 我觉得他没有必要这样做 家人们 我对他真的还可以 家人们 不是我说了算 如果说是我说了算 那真好吧 如果说是我算了算 那我现在公司应该发展的很好 当他们获得流量过后 想干嘛就干嘛 想开播就开播 想请假就请假 好难管你 好难管你 家人们 把你团队的名单公布出来 你年龄大了 因为你年龄大了 你没办法去分辨 你没办法去分辨 我也能理解 但是我任何时候 我还是送你四个字 你信消费 其他我没办法 太多给你讲 送你四个字 你信消费 好吧 我们投资了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家人们 我问的词语叫做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家人们 很多很多 好不好 家人们 很多很多 一个团队投资20个W30个W10个团队 小宗说他老板姓李 你们去问问吗 家人们 你们去问问乌兹末 你们去问问他 你们可以去问问乌兹末 到底谁是他背了